留一点我警告你 这段时间不能让将军陷入一丁点的危险当中 还有不要对他做出任何过分的事情负责 我不会放过你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半事蜜糖半事伤第28集 林泰默与杜琳见面 林泰默提到杜磊找到自己 杜琳大吃一惊却又只能故作冷静 林泰默开始怀疑杜磊的意图 并且警告杜琳看住杜磊 面对眼前这个冷血的男人 一向冷静的杜琳也紧张到开始颤抖 当年林泰默与杜琳和江耀明谈判 江耀明并发 林泰默却一手抓住江耀明的救命药 这才直接导致江耀明抢救不及时而适时 而那时杜琳正在一旁 目睹了这狠心男人之他人与死地的全过程 自然心生恐惧 想到自己的弟弟杜磊正不是好歹想要挑战林泰默 杜琳也没有信心 能够保住杜磊 只能够想方设法阻止杜磊 事实上林泰默的担忧是对的 杜磊在将军电梯事件 惊吓昏迷过渡的时候 便在与元帅商量对策时 决定假意投诚 装作与林泰默接手来对付元帅 实际上是帮助元帅 收集关于林泰默的黑料 移举反击 与朱右翼合作来假扮揭发元帅 来博取林泰默的信任 这也自然是杜磊的主意 为了扳倒林泰默 元帅贾一要出国 实际要潜伏在国内 与杜磊接头 为了寻找资料 杜磊向元帅提供了 具意董事独生子贾元吉的信息 元帅也正准备去调查 另一边元帅则吩咐朱右翼 对付将军的质问 将军果然来到了朱右翼的办公室 但将军却闭口不谈元帅的事情 借完游戏的方式套起朱右翼的话 城府不深的朱右翼险些拖出全盘 而将军也不再多问 掉头离开 将军和徐丽找到李小川 想要让李小川调查一下元帅的位置 虽然受过元帅的嘱咐 但紧张的李小川还是一时露出马脚 在接二连三的破绽下 将军看出了元帅本来意图背后 果真藏匿着某种计划 便不再过多询问李小川 正当两人要离开 李小川还是叫住了徐丽 想要与徐丽多说两句 谁知道徐丽又带将军问起元帅的位置 抵不住压力的李小川 终于说出了元帅在上海的真相 得知真相的将军还是决定不再多问 自是明白元帅的意思 将军并不打算再追究了 留下李小川与徐丽独自聊天 喜爱乐队的贾元吉在酒吧现唱 但因为歌声太难听 酒吧空无一人 只剩下元帅 元帅为了情报便拍起贾元吉的马屁 给贾元吉捧起场子 单纯的贾元吉将元帅当作自己的灵魂伴侣 立即决定带元帅回到家里 本来打算向父亲介绍元帅 谁知贾父早已知道元帅的意图 两人坐下交谈 元帅拜托贾总彻查林泰默 但这一的贾总提出 让元帅来到这一工作以做交换 为了收集信息 将军偷藏了录音笔在杜磊的办公室 以便自己侦查敌情 而另一边 李小川正想尽各种办法 以提高自己与徐丽的匹配度 用西部世界传达自己的爱意 下班后 将军回到杜磊的办公室 取回录音笔 却不小心被沈欣察觉到 想到将军与自己有恩 沈欣善意地提醒到 将军暂时先别对杜磊下手 否则很有可能遭到林泰默的报复 并且提到上一次的电梯事件 便有林泰默的指使 听到一个消息 将军又突然察觉到 黑暗中的敌人似乎不仅杜磊一人 将军回到家 发现徐丽帮助自己整理好 李家中各种杂事 原以为一切都是徐丽安排的 谁知这其中 还有袁帅偷偷放进来的头位 打开自己布置的录音笔 将军偷听着两人的对话 却意外发现 林泰默提到了江南风味的事情 迅速将录音传送给乔纳 乔纳这才明白 原来林泰默此次回来的目的 原来也有将军的部分 乔纳此时与将军一起合作 两人思考起袁帅的布局 思索着袁帅安排的助攻 到底是谁 等到排除过后 两人这才想起 原来眼前的杜磊便是袁帅的帮手